杀业在主 冤亲在主等等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当然这只是问这些冤亲在主 堕胎胎儿是个方便 就是希望你信因果 希望你了解它的严重性 那是不是你堕胎胎儿超度就欢喜了 而是所有堕胎胎儿 所有妈妈都不要堕胎 你要奉献于这个生命 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堕胎的痛苦 小孩的痛苦 父母的痛苦和尽力 就像家里有一个人自杀了 他可以成立一个什么自杀基金会 来帮助所有人不要自杀 来纪念他自杀的亲人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要大乘佛教 而不是说只关心自己的 所以虽然讲无上菩提心 我却讲了这么久 我知道让各位了解什么叫 不然谁都会说 我是发心来受戒了 谁想说 No 我发小心 我才不发无上心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发无上心 但是 所以一定要有大家互相观察一下动机 透过善知识 透过善知识引导我们一下 看看自己的动机 对不对 不然就像每个人就像唱歌一样 都觉得自己唱得很好听 来虐待我们 所以老实说 一个人要唱歌好听 还困难 是不是 麦克风交给你 叫你唱个炉香战 我们都站不起来 觉得很烦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很难 很难 但是因为难 所以我们要小心翼翼的 更要帮助众生 更要审查自己 那我想八观灾界的重点 虽然讲三机 事实上我们三机都要做 在外表上遵守因果 在心态上无所执着 在愿意上为众生 而不是说我是修上等根器的 就不用修下等根器 因为有时候我发觉很多 修高根器的人 他有在吃肉 吃吃葱蒜 那你连基本的都做不到 你说你修高根器的 这个也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 你要讲高 那就要包含圆满的低 你不可能把一楼二楼拆掉 说你住在三楼 那叫摇摇欲坠 摔死 所以而是要踏踏实实的 三种根器都把它做到圆满 敬业三福 而且圆圆满满 不是你圆满 而是希望 当愿 所有众生 都敬业三福 圆满 释迦牟尼佛成佛 是做给我们看的 他用生命的历练 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这样来历练 这样才可以成佛 才可以利益重生 所以成佛真的很困难 但是非常的有意义 然后如果把生命成为成佛之道 然后生生世世来轮回 非常的有意义 虽然轮回很苦 但是不离开空性 就不觉得自己是在轮回 而是觉得自己在做义工 做生命的义工 很有意思的 来奉献 所以我今天废话多一点 因为今天他们说 等一下十点 要庆祝生日 我就一直告诉我 我生日到底要干嘛 每个人都打微信来说 师父生日快乐 我只能说 你快乐我才快乐 我活着干嘛 因为我爸爸妈妈快乐 我才快乐 不然我活着干嘛 我是为我父母而来的 那你既然要发心做菩萨 那我们要为众生的 离苦得乐而来 所以以人为受 希望大家都慈悲 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长寿华会 不是我 是你们的长寿法会 我这个是陪衬的 我为你们而来 我这样说 所以各位要这样子承担 所以为了要立一种 各位你要不要长寿 要 一定要长寿 所以今天参加长寿法会 你至少增加六岁 你看 划得来 但这六岁不要拿去玩 拿去老人院 好不好 这六年的钱都拿去孤儿院 去帮助那些受苦众生 那你这个死在孤儿院 那有用 不要光死在老人院 要去帮助 所以以这个动机 大家来受八观哉戒 受无戒 受菩萨戒 如果你要真为海淘法师助寿 我看这还有道理 不然的话 这个世间的福报 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没有什么大的 只要对别人有帮助 这是唯一的意义 好 所以我们底下就会念快一点了 请翻到二十页第二行 三姬等见 七重通收 或远山徒 而辞去人天 或超有漏 而静等决案 五圣运载 戒为走霞 不管你修 世间的福报 乃是为了成佛 一定要辞戒 万善克备 戒为基本 如等金鱼 农历 六月六号 今天在佛教叫什么节 念一下 晒经节 等一下中午出太阳 我明天拿一本去绕一绕 修修功德 所以去晒经 我们在台湾也把它定做 念一下 放生功德日 所以我现在 拜托他们赶快 尽量放 不是放给海淘法师 活得很苦 放给我干嘛 放给众生 希望大家众生离苦 物名也离苦 友情也离苦 我们只活一个长寿 念一下 菩提心长寿 就是不要离开慈悲心 菩提心就好了 为了要圆满菩提心 慈悲心 就不能够离开空性 要把空性 完全放在 你的生命里面 叫三门耶界 那这样你才是长寿 无量寿 那我想阿弥陀佛长寿 无量寿 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了他自己长寿 那释迦牟尼佛 视线 八十岁入涅槃 也是一种视线 让众生体悟无常 要爱惜佛法 不然佛陀在世了 很多人都没有进入解脱 或发菩提心 佛陀一入涅槃 就安安一样 砰一下就马上震阿洛汉 那很多 很多修行者就发起 愿成佛的菩提心 来供养佛陀 我想佛陀是一个 视线 用各种的方法 用长寿来视线 用短寿来视线 用快乐 像弥勒菩萨来视线 用苦行来视线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都是为了配合众生 你喜欢结婚 生小孩 又喜欢佛法 那你可以去兜率内院 对不对 有家庭 有儿女 又可以放菩提心 你喜欢清静 那你去极乐世界 你喜欢庄严 那你去妙喜世界 你喜欢健康 做医生 成佛 那你去要师净土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做医生 觉得很有意义 那我想各种各种的方便 那配合众生的根气 好 第二行中间 受旁观摘戒 或月山徒 而直屈人天 或超有漏 而静等决案 五圣运载 借为走霞 万善克备 借为基本 各位于今天 六月六日 赛经节 来到 美国 瓦林寺 这么庄严的地方 求授八戒者 先当小了八戒 名体 赤方 亦如等 寓意传授子 然此八戒 名曰 八观哉 观者 金碧之意 唯金碧 八事 不放顾 你这八条 不要放 你第一轨道 出生道的门 就关起来了 我们以这种 大悲心 自己严格的手 八观哉戒 关闭众生的 三恶道 一切回向给众生 灾者 其意 以过中午 不食为灾体 这个灾 就是内心清净 无碍然 在行为上 过午不食 在内心里面 那么保持清净 如阿罗汉 八事 筑成清净 灾体 故 由外而内 为众生而守戒 那你内心也维持在一个 菩提心的状态 虽然各位每天必须要有家庭的事情 没办法完成圆圆满满的菩提心 但是呢 宅戒日 你就尽量朝这个方向 恢复 就像你去度假一样 一个人 事业很忙 家庭很忙 终于去国外躺在海边晒太阳 就这个意思了 度假一下 那我们守八观宅戒 就让我们恢复佛性的状态 佛性不是度假 是做自己 值得高兴做的事情 你去上班很痛苦 做义工快不快乐 做义工奇怪 累得要命好快乐 对不对 这无所求 为了钱去做 很委屈 所以守八观宅戒 我们是保持清净心 去奉献 尤其巴士 与灾体共襄支持 又名八支宅法 须知灾一名戒 佛所自定雇 戒一名灾 其身口亦三业雇 以身业旗 则无慧恶 口业旗 则无诸过失 心业旗 则无烦恼诸漏 业因 故必须一日一夜 领至前程 内六念 尽其自义 唯第一 念佛 慈悲导师 第二念法 三世佛母 第三念身 仁天福田 第四念天 长寿安乐 第五念戒 清净身心 第六念师 普济贫穷 外以八支 约束其身口 第一 不杀害 第二 不托到 第三 全断淫欲 乃至第八 离非时时 过无不时 由是身口亦 三业道清静 成为初离世间 之正因解脱轮回根本 如等经者一一文之语 国人如法 禀受佛 如法受持 那各位要想着我们带着很多众生 天神 或三神 甚至带着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 一起在 皈依受见 这个要点请抓住 修大乘佛教 那就是时时刻刻 心佛众生 何为一体 记住这句话 你怎么对待佛 就怎么样对待众生 千万不要对佛一直巴结 看这个众生不习惯 不习惯 你嘴巴讲心佛众生 做的却不太一样 空就讲绝对平等 绝对平等的爱 就是慈悲 那才是永恒的生命 这个肉体世间的一切 是暂时的 是一定要意念的 所以我们在 看所谓慈悲的人 是看他做事慈不慈悲 他是凸显自己的能力呢 还是有种分别呢 还是拿了戒律去衡量别人呢 那这个就不符合慈悲的原则了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 讲我自己修行的方法 保持一个惭愧心 虽然我们努力的清净无 但内心是非常惭愧的 因为不是你好就好 唯有众生都好 众生都清净 那我们受这个戒才有意义 千万不能用一个个人解脱 或福报的心来受戒 要用无上菩提心 就养成这个习惯 脱离个体 不要自私 不要只为自己想 吃一块面包 所有众生都吃一块面包 你喝一口水 所有众生都喝一口水 这个叫三昧夜 这个叫空性 这样才符合大悲心 这一切都要连结的众生 最终叫做 各位要遍远法界 千万不要 就是说上车不要忘了关门 出门不要忘了关瓦斯 意思是说 你要时时刻刻知道 旁边的人事物 你照顾好了没有 这叫修行 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不管这个的 修空性的人是 人人心里想什么 爱什么 需要什么 你都完全的照顾很好 各位千万不要每天 打坐 修行 闭关 却不会服务别人 不会煮菜 不会照顾众生 那这个你学佛要干嘛 学佛是麻醉自己 学佛是眼睛往外看 手往外 这叫千手千眼 生到无间地 生到每一个地方 这个叫学佛 但是所用的心态 是一种空性 悲心 菩提心 生性因果 这个叫学佛 而不是在满足 在某一种仪轨上面 满足在某一种 这些修行上面 自己以为高高在上 这叫小心 所以我们同样的 受保安在界 骗缘法界 为他们 一切有形无形 我修行我来修 但是你们得到我的功德 你们越来越好 所以 而且承担他们的生命的责任 直至他成佛 他下地狱 你要骗他下地狱 你要替他下地狱 你替他下地狱 你替他下地狱 让他去净土 所以你不能说 不行不行 我正在修法 我还没修完 先去再说 那才是快速之法 所以佛陀是用这种 完全的用生命的去修法 去治他交换 而不是在法里面麻醉自己 美国听说过午的时间是中午一点 一点 那意思是说过午就是说 你一点开始吃饭之前就可以 你超过了一点十分十五分 还有只要你一点之前开始吃饭 不过以现在的文明社会 各位就把握原则就好了 特别你们真的要过午 你去旅游 人家到了两点才到餐厅 你说你翻脸 那你就把手表调回来就OK了 因为你就反正就是知道就好了 因为你不要干扰别人 干扰别人 所以特别你们去住酒店 酒店都是很软很大的床 然后你要换成榻榻米 你还不如 所以我想菩萨是随顺众生 让众生欢喜 欢喜 只要大家欢喜 海道法师陪我们吃晚餐 我们欢喜 那我陪啊 陪你是宵夜没问题啊 只要你学佛话 我不会说 我过不时不要跟我讲话 你唯有跟我吃饭 才可以跟我聊天 其他时间哪有时间跟我聊天 我这个人又不会聊天 所以那是吃饭嘛 你只好聊天嘛 谈谈佛法 陪父母吃晚餐吃宵夜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才叫菩萨 菩萨令众生欢喜 菩萨以利他为主 当然戒放在心里 我完全不贪 我完全不贪 所以要有这个想法了 所以去做 当然在道场里面 那一定要严格持戒 特别今天说八万再戒 至少在这三天 各位在寺庙里面 那叫严格持戒 菩萨是这样子的善巧方便 随顺佛法 叫法随法行 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生命 把佛法融入于法 融入于菩提心 融入于佛的心 把生命奉献给三世诸佛 好不好 佛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佛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没有个人想法 所以各位 佛法是为了众生而视线 佛法不是硬邦邦的 所以要这样去了解佛法 那这个愿力就成为我们的生命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祈愿 发誓愿 愿我分分秒早 不离开柔软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能够安住空性 愿我分分秒秒影响众生 那么也能够离苦得乐 发起菩提心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要把我们活着 都是为了众生 甚至为了众生 去除相貌 下地狱 做老鼠 做穷人 做丑陋的人 做贫穷的人 做低贱的人 只要能够让对方 因为我的低贱 而发起一个出离心 那我愿意视现低贱的样子 而不要有所照顾自己的形象 照顾自己的现实的幸福 这些都是虚幻的 你要全然的去折磨自己 当然如果各位要这样修 你一定要找比较严格的老师 所以像我的严格的老师很多 对我帮助比较大 所以因为我爸爸非常严厉 严厉到极点 那我的师父跟师公 像有他心通一样 你想什么他都知道 那是这样对我帮助非常的大 所以我时时刻刻的 从旁边大家指指教我 告诉我哪里做错 因为不能爱面子 一个人如果爱面子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们的目的 是为了成佛利益众生 所以要摧毁自己 却要爱护承担所有众生 不能放弃众生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喜欢修行修法 但是他就忘了众生的苦 这个是违背打成佛教了 各位记住 刹那时间 分分秒秒秒 都不能离开 我认为这个做不到 但是随着把关载戒这样 拉紧批条 这样养成习惯 慢慢一天习惯 一段时间习惯 常常习惯 所以有些人天天笑 但是他把笑成为他的三昧夜戒 在任何情况他还在笑 这个叫修行 心情好的时候会笑 心情不好的时候没力了 电池没力了 讲话没力了 那就代表你要脱离修行 高兴的时候笑 生气的时候要骂 这个都离开了修行 所以各位教 刹那时间都不能有世俗的分别 刹那时间都不能够离开悲心 柔软心 菩提心不能懈怠 保持正念 当勤修六念 为了罗扯有三宝的加持 念佛念法念生 念来世 念净土 念慈戒 念了众生苦 一个人觉得他得癌症很苦 每天都不笑不笑 哪一天他突然 他笑忘了自己得癌症 家里人一定很快乐 你看他忘了他得癌症 但是如果他这个心能够持续一两天 他癌细胞就慢慢减低 为什么 他的心念没有在过去那种烦恼习性 癌细胞就不会增长 癌细胞也好 病痛是随着你的念头在改变 如果你的念头 为什么八万灾界可以除病苦呢 八万灾界可以断除三恶道因的轮回呢 因为一天一夜保持这种六念法 慈戒的状态 那些恶业都断除掉 久恨都消除 这么重要 修行不是多长多远 而是你要保持这个习惯 那如果你要修金刚秤 太伟大了 那是保持在静位来际的状态 但是这个也是要努力吧 各位 等一下美国总统会颁奖给各位 你来到我们美国受保万灾界短期出家 造成美国现在一切都会很好 会发财了 会不会 各位 你不要说我讲笑话 这真的啦 这八万灾界功德真是如此 能够净化整个世间 能够把福报来给世间 所以我们今天八万灾界短期出家 会向中国美国之间互相帮忙 好不好 只有贸易合作 没有贸易冲突 有没有功德啊 一定有了 过几天他们就OK了 因为我们守戒 老百姓就快乐了 大家一切都圆满啊 所以我们不入虎穴 冤德虎子啊 那我问我说师父你为什么要去美国传 这个时候是重要啊 来这边传一传 化解双方啊 来这边把功德把它融入啊 所以这是佛教徒他的这种责任感 因为他相信佛法法地不可思议嘛 世间法小case 用佛法一切可以改变 像我坐在这边上供诸佛 护法善身 六道众生往生排位 消灾严寿 每天都保持这个状态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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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